萨尔瓦多预打造比特币自由之城 INF强调 比特币不宜用作法定货币 萨尔瓦多作为首个通过立法 将比特币纳为法定货币的中美洲国家 似乎并不满足于此 11月22日 INF发布了萨尔瓦多 2021年第四组工作人员调查结论声明中 调查了萨尔瓦多使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比特币服务提供商的监管 以及电子钱包吃购等相关内容 但在另一方面 由于应付的核心智能 还包括向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萨尔瓦多一直在与IMF商台一项规模10亿美元的注资计划 这比资金对萨尔瓦多的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 IMF调查人员还具体提到相关建议称 萨尔瓦多银行监管方面应实施审慎保障措施 例如与比特币风险敞口相关的保守资本和流动性要求 限制财政或有负债的措施 例如关闭信托基金或撤回对持购的公共补贴 据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勒表示 比特城将位于萨尔瓦多来UNI市 预估基础设施将耗资约30万个比特币 按照11月23日价格计算超过160亿美元 但这目前来看依旧还在初期 萨尔瓦多的外汇储备只有数十亿美元 因而当下看来 更像一场拥抱比特币的大型经济实验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Jerry威斯就曾表示 萨尔瓦多将比特币作为法币引发的一些 需要仔细分析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法律问题